宝宝巴士 阅读启蒙 有声的哟 拉布拉多警长 世界宝藏 浪漫之都大冒险 2 捣乱时装秀 拉布拉多警长 你看 我今天穿的衣服时髦不时髦 流行不流行 我呀 就是时尚画家 汤尼湖 我对时尚不太了解 我平时穿的都很简单 天哪 没想到拉布拉多警长对时尚的了解也很深 今年最流行的就是简约风 在去巴黎时装周的路上 汤尼湖叽叽喳喳地讨论者对时尚的看法 哎哟哟 明明我也很时尚呀 为什么都不问我 突然 远处传来了一阵尖叫声 怎么会这样 拉布拉多警长他们 赶紧朝着尖叫声传来的方向跑去 来到了巴黎时装秀的后台 我的玫瑰花裙子变成了狗尾巴草裙子 啊 世上的感觉沉悔了 我的羽毛裙上的羽毛都被剪了 现在变成光涂涂裙子 怎么穿嘛 我的羊毛外套被画上了鬼脸 穿着这个可没办法上台啊 一群山羊模特和一位高卢基服装设计师 抱着自己的时装在后台大哭 高卢基看到拉布拉多警长来了 赶紧迎了上来 你们穿着警服一定是警察 请帮帮我们 我是这场时装秀的设计师 法国 高卢基 我们的时装都被 都被人灰了 哎呦呦 放心吧 有我杜冰和拉布拉多警长在 一定会帮你的 应该是有人偷偷溜进后台弄的恶作剧 对了 高卢基设计师 山羊模特们 你们有没有在后台看到什么奇怪的身影 什么奇怪的身影 我没看到 我也没看到 哎呦呦 神秘人溜进了后台 可是谁也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难道说 这个人会变身术 变身 变身 拉布拉多警长陷入了沉思 他仔细观察起周围的人 突然 他的目光落在了高卢基的手上 高卢基是时装设计师 设计师除了画图之外 还要经常缝制衣服的样板 要经常用到针线 难免会被针线扎到 那他的手上 为什么一点伤痕都没有 真是太奇怪了 难道 拉布拉多警长乌黑的圆眼睛 一下子亮了起来 恶作剧的人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是谁是谁 到底是谁 是谁 破坏时装秀的人 就是你 设计师 高卢基 拉布拉多警长指向高卢基 高卢基气得大叫 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破坏时装秀 恶作剧的人能轻易进出时装秀后台 对时装动手脚 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说明他只能是时装秀内部的工作人员 这 那 工作人员那么多 你凭什么说是我 而且 这些时装 都是我请自设计的 我怎么可能会破坏他们 那是因为 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设计师高卢基 你是伪装的 我的天哪 怎么会真是这些意 大家看他的手 如果是真正的服装设计师 就需要用到剪刀 针线等等 经常会不小心被针线扎到手 手上一定会有流过伤口的痕迹 但是现在的这位高卢基 手上一点伤口都没有 所以 他是伪装的 Oh my god 这段推理真是太帅了 我又有了新的灵感 嗯 下一部画作就是 拉布拉多警长 勇闯时装秀 那我呢那我呢 我在画里是什么角色 你嘛 大概是 土包子杜宾警员误创时装秀 等我抓到短尾猫 你就会知道 我才不是什么土包子 杜宾警员朝着假冒的高卢基扑去 高卢基不慌不忙地躲开了 他羞地转了个身 瞬间变了个样子 原本胖嘟嘟的高卢基 居然变成了一只 穿着蓬蓬裙的白色猫咪 不愧是传说中的拉布拉多警长 居然一眼就看穿了我的身份 没错 白天跳跃 黑夜穿梭 神秘而有趣的化身 就是我 最喜欢恶作剧的超级大道 短尾猫 短尾猫 束手就行吧 我可没有那么容易就被抓到 笨蛋们 就这样欣赏我的华丽退场吧 短尾猫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枚闪光弹 羞地往地上一扔 强烈的闪光让在场所有人都睁不开眼 哎呦呦 开了屋 你别想跑 渡冰警员 许就往前一扑 一把抓住了一个毛茸茸的物体 然后按在地上 哎呦 渡冰警员 你抓错人了 我是山羊模特啊 等到强光退去 短尾猫的踪影 朝着门边逃去 拉布拉多警长立刻追了上去 渡冰警员 短尾猫朝着火车站的方向逃走了 我们追